这是我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带回来的沙子 这一堆是我从工作室外面的工地上面借回来的沙子 一会还要再还回去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今天其实被问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沙漠里面这么多的沙子 为什么不把它拉到城市里面的建筑工地上去 去做混凝土呢 对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是百科拳树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肉眼可见的一个明显原因就是沙漠里面的沙子太细了 可为什么太细的沙子就不适合用来制作混凝土了呢 这个就要从混凝土的特性说起了 所有的混凝土主要是由四样东西混合出来的 它们分别是水 水泥 沙子和历石 在其中分饰着不同的角色 水 一是为整体提供流动性 让混凝土能够更好的将结构填充起来 二是为了与水泥产生一种叫做水核的化学反应 从而能够让混凝土固化变异 水泥起到的是联合剂的作用 而剩下来的沙子和历石呢 就是起骨架的作用了 就像人不能只有肌肉没有骨骼一样 联合剂水泥必须要配合骨架沙子和历石 才能构成一副强壮的生板 支撑起现代社会的城市森林 所以沙子和历石又被称为骨料 对于混凝土的强度而言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切开一块混凝土之后 可以明显看到 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支撑的 大块历石之间夹着许多的沙子 而沙子之间的空隙呢 则填满了水泥 当然这是一块正常的混凝土 其中作为细骨料的沙子的直径 普遍都在0.5毫米以上 是远大于沙漠当中 沙子的平均直径的 那就让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把这里面的沙子 全都换成非常非常细的 来自沙漠的沙子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会用到更多的水泥对吗 因为沙子的总表面积增大了 就需要更多的水泥 才能够把它们包裹住 如果不太好理解的话 我们就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假如这里面的沙子直径 已经小到趋于0了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这里面已经没有沙子了 那么所有的空隙 都将由水泥来填充 这块混凝土实质上 就变成了一个纯的水泥块了 显然会用掉更多的水泥 对吧 当水泥的比例上去之后 会带来几点影响 一是成本增加 二是强度降低 三是容易开裂 成本增加很好理解 毕竟水泥的用量真多了 买水泥的开销自然就大了 但是后面两者 怎么会越纯的东西 看起来质量还越差呢 它们一个跟物理有关 一个跟化学有关 因为沙子的直径变小了 数量变多了 表面积变大了 就需要水泥浆 拥有更好的流动性 才能将它们全部包裹住 我们一开始讲了 流动性由混凝土当中的水来提供 更好的流动性 意味着更多的含水率 而更多的含水率 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强度的降低 国外有一个视频 很形象的展示了 低含水率 正常含水率和高含水率的混凝土 在固化后测试时的表现 按照原视频作者的话来说 对于高含水率的混凝土来说 几乎不需要任何压力 就能够把它给压碎了 而低含水率的混凝土 则有着最好的抗压表现 所以一般会用到建设水坝上面 这算是物理层面的 化学层面 我们刚才也说了 混凝土变硬并不是由于集中的水分 被蒸发掉而导致的 恰恰是由于水流在了集中所导致的 这个过程是一个叫做水核反应的化学反应 一般来说 只要是化学反应 就会吸热或者是放热 那么水泥硬化是哪种呢 它会放热 所以如果混凝土中的水泥浆比例过大的话 它的放热也会越多 越容易因为温度不均匀而产生开裂 哎呀 这样子就很危险了 也正是因此 让过于细腻的沙漠当中的沙子 并不适合用来制作混凝土了 当然还有肉眼不可见的其他原因 比如 既然混凝土的硬化是个化学过程 那就要求参与其中的材料 最好是拥有稳定的化学性质才行的 而沙漠里面水分长年蒸发 使沙子统统变成了盐碱沙 把它们混入其中会直接削弱混凝土的强度 以及耐久度的 再比如在日积月累的狂风打磨之下 沙漠中的沙子都变得非常圆润 棱角完全就被磨平了 这就让它们缺乏了足够的摩擦力 将彼此牵制在一起了 真的就变成一盘散沙了 而作为城市基础的混凝土 怎么能这么容易散开呢 再再比如 沙漠在哪里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 开采和运输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除非真的是逼不得已 谁会想要大费周折跑到沙漠里面去拉沙子呢 就连身处沙漠腹地的迪拜 在修建哈利法塔时用到的沙子 都是从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好了 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沙漠里面的沙子不是混凝土的主要材料 主要是因为太细太杂太圆和太远 你都记住了吗 最后我们再补充两点 有一阵子我们老是听说地球上的沙子 都快被人类盖房子给用完了 有这么夸张吗 事实上呢 沙子的确是我们继空气水之后 消耗第三多的自然资源了 而在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河流与湖泊当中的沙子呢 也被开采成稀缺品了 但说地球上的沙子快要被用完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其实是指我附近的地球上的沙子 都要快被用完了 沙子这东西很压秤 所以远距离运输很不划算 大家只会在自己附近来找沙子 一旦附近的沙子越来越少了 就会说 哎呀 沙子都快用完了 所以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了 我们只是要注意合理采挖 并保护好生态而已 沙子本身肯定是够的 哪怕不够了 不是还有人造沙子吗 第二个要补充的 其实是一个比较反常识的有趣知识 由于水泥硬化是跟水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的 这就意味着 哪怕是在水下 混凝土照样是能够凝固的 说不定比在干燥的情况下 还要凝固得更好呢 这点 你意不意外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1000年以后如果有一帮考古学家到中东去挖掘的话 你猜他们会挖到什么 挖到崭新崭新的米格25和苏25战斗机 只要稍微一处理呢 这些出土的文物就能够重新上天了 为什么 因为在1000多年前的2003年 美军就已经帮他们验证过了 2003年 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 塔卡杜姆空军基地旁的沙漠中呢 就发现了一些米格25战斗机和苏25战斗轰炸机 这些飞机的机翼被拆除 完全被沙子覆盖 尽管显然已经在沙漠当中待了一段时间 但这些飞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只需要进行最低限度的维护 即可重新复役了 当然 他们没有再次复役啊 而是在被联军发现之后呢 拖到一架C5货机的货舱当中 运回美国去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沙漠里面会埋着战斗机呢 这个呢 就要扯到一点历史了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伊拉克空军在联军对其发动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呢 将他们大部分的飞机都转移到了伊朗 这个行动属实非常诡异啊 因为伊朗可是伊拉克的传统宿敌啊 给自己的敌人送上自己的战机 这是什么鬼啊 搞得美国都懵了 但伊拉克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他们知道啊 由于其空军主要是由老旧的苏联飞机组建而成的 在面对拥有更加先进的飞机 和更加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美国及其盟友时 是根本没有胜算的 与其送上战场送死 还不如暂时送给敌人的敌人帮忙保管一下 可以说啊 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啊 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伊朗在战争结束后呢 没有全部归还伊拉克的飞机了 哎呀 这就是伊拉克面临的一个困境嘛 当他在十年以后再次面临联军时 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飞机呢 如果要去跟美军硬扛伊拉克的空军呢 所能期待的只是飞机和飞行员以英勇牺牲为终点 但是如果挨过了这场战争 挨测他的飞机在与邻国的潜在冲突中呢 仍然是具有价值的 米格25可能已经老旧 但他仍然能够击败中东许多空军中装备的第三代战斗机 苏-25也许不能够轰大接近的美国军队 但他绝对可以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武装进行使用 因为那儿正在进行持续的内战嘛 虽然与西方飞机相比啊 俄罗斯制造飞机价格便宜 但他们仍然是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采购的 而这是伊拉克在面临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下 无法承担的开支了 因此伊拉克做了唯一他能够做的事情 把飞机埋在沙漠里面藏起来 希望在联军离开之后呢 能够找回这些米格和苏伊货飞机 并重建自己的空军 然而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啊 联军推翻了伊拉克政府 当伊拉克空军重建时呢 他装备了美国多余的飞机了 就不需要再回收那些老旧的俄罗斯飞机了 那那些已经埋了下去的飞机 该怎么办呢 还既然都用不着了 就哪埋着待哪呗 就当是留给未来考古学家的礼物吧 躺在沙漠中央的巨大箭头 会是外星人的节奏吗 打开谷歌地图 输入这样一个坐标 映入野莲的是一个箭头形状的地标图案 再来输入另外几个坐标 出现在屏幕里面的同样也是类似的箭头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地面上 这些箭头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是百科全树火箭树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些箭头位于美国 从旧金山横穿整个大陆来到最东边的纽约 每隔大约15英里 也就是24公里左右就会有这么一个 算下来一共有好几百个 它们有的直接暴露在山坡上 有的则隐藏在灌木丛中 要不是被一些徒步爱好者 再偶然间发现 这些统一都指向了太阳升起的方向的箭头 不知道还会要埋藏多久啊 诶 是外星人搞的把戏吗 当然不是啊 它们是美国政府修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 专门为了帮助飞行员找到航向用的 诶 就像我们今天自己开车 已经习惯了用导航软件一样 如今的飞机呢 依靠的也是卫星定位来进行精确的导航 前段时间大家不是还热烈的讨论过飞机的盲飞 也就是仪表飞行吗 飞行员在起飞后就可以根本不用看外面 只需要盯着各种仪表飞行就可以了 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留言是 既然飞行员都用不着看窗外了 干嘛考飞的时候还要对视力要求那么高呢 简直就是灵魂靠魂啊 不过这事呢 要是换在100年前就非常关键了 再没有微星定位 没有惯星导航 没有无线电信标 甚至连磁罗盘都还没有的早期飞行年代 飞行员真的就只能去靠看地面上的地标 来把自己带向正确的方向了 比如某个地方特征非常明显的大山 琥珀高大的建筑等等 很像我们现在在玩地下越野中所干的事情啊 哎但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 夜里面怎么办 白天可以靠看 夜里面难道靠柴吗 当然不行啊 那个时候即便是白天飞都会因为导航图不够精准 找不到地面参考物而发生偏离航线 最终坠机的严重事故 导致开飞机的航空邮件快递员呢 都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统计表明啊 大约每飞行900个小时就会发生一起坠机 哎来看一个作为对比的数据啊 截止2021年1月 中国民航已经实现了8943万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接近前者的10万倍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 当年的飞行员是多么的危险了吧 于是在美国刚刚建立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 航空邮件业务时 他们是这么做的 一大早 装满邮件的飞机从出发地起飞 尽可能的能飞远一点就飞远一点 一直飞到太阳快要下山 哎就该找一个机场降落了 夜里面呢 这架飞机上的邮件会被转运到一列火车上 用火车也是尽可能的再把它们往目的地的方向多拉一点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些邮件呢又会被装到另一架飞机上 起飞继续赶路 使用这套系统啊 一封从旧金山发往纽约的信 最少也必须要花上79个小时 才能够到达 比全程用火车的108个小时 其实快不上多少嘛 于是时任总统沃伦哈丁呢 不乐意了 威胁美国邮政 哎你要是不能再快点呢 我就要给你看预算了哦 美国邮政一听 砍我预算 这怎么新呢 那那那我就现在想办法 哎对了要是我能全天候飞不就能把它解决了吗 但全天候飞就得要解决夜间的导航问题了 哎其实别说夜间啊 此时就连白天的导航都经常要出点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沿着旧金山到纽约在地面上给飞行员们专门建造一个指示系统好不好 哎这个呢便是我们在一开始看到的那些巨大的箭头了 为了在夜间也能使用啊 在每个箭头上 哎就是在这个正方形的位置上呢 其实还都配上了一座15.2米的高塔 塔顶有一盏高亮度的燃气灯 旁边还有一座小屋来专门为它供气 只不过时间久远 再加上二战时急需金属 很多的灯塔不是被拆 也是被毁了 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水泥箭头了 有点可惜啊 哎但你别说啊 这个箭头系统呢 一经启用果然见效明显啊 整个东西线的航运时间 缩短到了35个小时 同时还附赠了运费下降 事故减少等超值大礼包 可谓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啊 吃到这个甜头之后呢 美国政府来劲了 他们甚至已经动念要在大西洋 和太平洋上修建一条浮动版本的箭头袋了 想想那应该会非常壮观才是啊 但最终雷达和卫星技术来了 他们立马就把物理的箭头标志打进了冷宫 同时在二战时期为了防止引狼入室呢 一些之前已经修好的海上标志也被拆除了 箭头袋就这样 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好在总有那些善于发现的徒步则 好了 我也很喜欢徒步 还很好奇万物 所以赶紧关注我 让我继续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